总统蔡英文27号上午参加国防部将冠进任布达契售佳典礼 身为三军统税的蔡英文表示 过去年纪从国防自主到人力素质提升的各项国防改革 虽然过程辛苦 但是在国军努力之下 国军不单止赢回尊严 也都令到全世界看到我国自我防卫决心和能力 日日当面向晋升的将冠讲恭喜 总统蔡英文27号上午参加三军将冠进任布达契售佳典礼 蔡英文表示他上任年纪来 在所有军事官兵共同努力下 从国防自主到人力素质提升 国军改革已经有了成效 这次总共有21位将冠进任 其中也都包括升任中将的陆军航特部指挥官何启镇 由于航特部将会在28号成立第一个 阿柏契攻击直升机作战队 何启镇表示明天另一个作战队成军之后 就可以达成阿柏契攻击直升机完成战备的目标 另外日前IDF经国号战机 发射天剑二型飞弹影片外流事件 国防部表示已经内部调查 要确认外流影片的失职人员 一定加以严情绝不宽态 不过这起影片外流事件 外界也陆终传出 好像是人事斗争 或者是阴谋论的说法 陈仲吉也主动澄清绝无此事 台电日前举办股东会 宣布去年获利将近有400亿 大就将核四封存费用 2838亿排除在外 因为一旦应列亏损 台电负债将大与资产 面临破产的命运 现在传出台电向经济部长李世光 提出两项的解决方案 包括偏列特别预算 以及将核四亏损 列入电价公司分年回收 而这两个方案都是由全民埋单 日前台电举办股东会 强调去年营收表现两眼 持续获利 去年获利将近400亿 累亏已经降为932亿 不过就将核四封存费用 2838亿排除 因为经济部认定是资产 多数股东认为一旦应列亏损 台电负债将大与资产将面临破产命运 为了解决核四封存产生的财务客栋 台电向经济部提出两项建议案 包括偏列特别预算来填补财务缺口 或者将核四亏损纳入电价公式计算 逐年来摊提 等于由全民埋单 换算下来等于2万4千户工业大户将多给758万元 另外1390万户家庭用户就是每户要多给5611元 环保团体认为解决核四财务方案并非只有这两个选项 台电应该全面评估 行政院就表示 目前经济部如何处理核四还未订案 也未送到行政院 订案之后会向外界说明 白纤尘爆两年的民事请求权时效将要消灭之前 消机会26号协助受害者和家属提出第二波消费团体诉讼 委托人总共有337位 求上金额初股是有72亿9千多万 不过初股的鉴定经费高达千万元 对受害家庭来说也是一不负担 甚不是乎将提案 由白纤尘爆善款委员会讨论 是否能够以善款来占负致出 消机会的律师团再到来到法院弟藏 要为白纤尘爆的受害者和家属 对换息创意公司负责人吕仲吉 白纤乐园董事长陈柏廷等7个人 提起消费者团体诉讼 委托人总共是337位 请求损害赔偿项目包括医疗、看护费 还有精神、维护金等 初步估计求偿金硬是72亿9千331万多元 再加上第一波98位受害者委托 总计435人求偿金瓦破8亿 先前法副基金会原本打算透过刑事附带民事求偿 为337位受害者争取赔偿 不过两年就来过去了 白纤乐园负责人和相关人 在刑事部分一直没有被提起公诉 为了免去裁判费的沉重负担 赶在全案的民事请求权的时效消灭前 转请肖基会启动第二波的团体诉讼 之后还会再聚加 丧失劳动力部分的求偿 不过初估这个减定费 平均一个人就要2到3万元 合计超过千万 成为了受害者的负担 肖基会就转向新北市政府求助 由于8先陈爆案 求上人数和金牙庞大 消机会先前以整理交换 原告被告书葬等理由 向法院申请暂停开庭获准 预计9月中旬将申请续行诉讼 中国观光下来客向减少之后 政府想提升观光 针对国旅市场 投入3亿元扩大保座方案 以及国旅卡半数需用于国内旅游 虽然成果渐渐展现 不过南投观光业者就认为 短期刺激效益不大 希望可以多头住在旅馆民宿业 码头旁边人潮兮兮兮兮 虽然停了不少游艇 但想搭船的人少 很不容易才终于 找到人数出发了 下一趟就不知道要等多久 中国观光下来台人数大减之后 日月潭码头边经常生意冷清 应该怎样救观光 政府将希望放在国旅机场 大3亿国旅扩大保座方案 是否真的有用呢 业者说了解政府提升观光的魅意 但是真正使用国旅卡 在旅馆民宿消费的只有一成左右 原因就是国旅卡用途广泛 真正将钱花在住宿上的相对有限 南投的观光业者认为 3亿元国旅宝座等做法 只有短期的提振效果 而一般没有国旅卡的民众 想花在旅宿的意愿更加不高 民众认为国内旅游价价价太高 不如出国玩比较化算 何者建议从观光体质改善 才能令国旅市场消费意愿更提升 而不是为了消费而消费 劳动部最新统计到今年四月 台湾有六十七万多名的外籍劳工 但其中百岭外勞只有三万多人 而且多半是在补习班那里教外语 何者提醒政府 台湾企业留不住人才 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于吸引力不够 甚至不够高 还有就是产业发展没有愿景 为了留住人才 国发会退出 外国专业人才延揽及 雇佣法草案 带奏引起部分立委和劳团反弹 事实上台湾长期低伤 人才爱留问题存在已久 何者就点出台湾企业 留不住外国人才的最大问题 在于吸引力不够 身资不够高 产业发展没有愿景 根据劳动部统计 截至今年4月 台湾有六十七万六千六百九十二名外勞 扣了六十四万四千七百二十四的南岭 真正的白岭外勞只有三万一千九百六十八人 而且多半是在补习班教外语 由于劳动部规定 外国人受聘雇从事专门性 以及技术性工作 每人平均月薪不得于四万七千九百七十一 外界就担心如果再松绑 白岭外勞将会冲击到台湾青年的就业 劳动部表示 目前力推的新南向政策 将着重在人才交流 包括推动桥外生毕业后楼台工作 建立资深外籍技术人员 评点制度等 希望能够吸引更多外籍人士 行政院长林泉二十七号出席 一八零六年度各院市灾害防救交流 分享座谈会上表示 因应气候变迁强降雨 还有台风造成灾害 中央地方应该建立对话机制 落实防灾经验 同时也希望各个院市 在停班停货的标准上面 找出共识 六月两次梅雨封面集台 全台亦都因为雨量骂增 养成不少灾情 行政院二十七号举行 全台各院市首长灾害防救座谈会 行政院长林泉亲自远会 并且希望借由各院市救灾经验交流 能够发挥统整功能 林泉表示 落实灾害防救最重要的是 地方和中央能够连结 尤其现在气候变迁 强降雨机率更大 治灾率亦高 灾害防备应该做出短期和长期规划 而面对重大天然灾害 各院市停班停货标准 经常备受质疑 林泉希望借由各院市面对面交流 找出共识的标准 至于灾后重建经验显示 民众遭遇灾害造成水电等维生系统中断 最急需政府协助 林泉表示 已经请政务委员统整水电灾害信息平台 打造一站式冯号 增加灾害救援能量 青少年毒品问题 是检警教育单位相当重视的问题 除了呼吁家长应该多留意孩子的日常生活 台中市卫生稿今年暑假也免费提供毒品快试试制 给家长可以在家里快速检验孩子是否染到 拿出快试试制放入尿液里面 只要五分钟就能够初步检验是否有毒品反应 台中市卫生稿今年暑假首次免费提供被家长索取 毒品快试试制 如果孩子真的染毒 父母也能够第一个知道 昔时寻求管道给予协助 卫生局表示青少年毒品问题 无论是检警教育 或是卫生单位都相当重视 部分家长怀疑家里面的孩子染毒 但又担心教育单位会对孩子贴标签 所以提供这样的一个管道 协助家长陪孩子解除毒品 警方分析很多青少年是因为好奇才会私用毒品 根据台中市警察稿统计 近三年的青少年毒品案件 在2015年最严重 有292件 虽然去年降低大约100件 不过今年一到五月和去年同期比较 案件增加了一倍 警方建议家长 如果发现孩子注意力不集中 日头精神差 夜晚睡不着 衣物书包有特殊的气味 或者是有偷窃或者是借钱的行为 都应该特别留意 去年美国Netfeels 中国爱奇艺 还有韩国LINE TV正式进军台湾 带动了OTT的发展 台湾业者向文化部提出 政策建言白皮书 呼吁政府应该落实版权的保障 结合台湾OTT的力量来打群体战 手机、iPad 各种随身装置一连上行 上追剧、看节目、直播 什么内容几乎都可以随手可得 OTT的兴起跳脱了传统电视框架 也对影视产业带来冲击 OTT在全球的市场规模越来越大 也令到广告版图迅速移转 但台湾的OTT产业就相对弱势 OTT服务跨电讯、影视等产业 根据联盟调查显示 台湾使用者有83元2付费 其中六成可以接受每个月199以下的价格 但台湾的OTT目前规模小 不敌国外平台、国内业者提出 政策建言白皮书 呼吁政府系统化盘点 国内外OTT产业链 亦建立稳定长期的影音内容 掌保座政策 业者亦希望政府能够营造 OTT公平竞争环境 强化对盗版影音内容、网站追溯 或者以更先进的做法阻断金流 维护国内影音内容业的权益 台湾市政府推动电子维尼 花了亿几 在169所学校安装电子维尼 但就被质疑效果有限 市长阿文哲坦言成效不介 以后国高中也不再继续安装 校外人士翻墙入到校园 电子维尼的红外线一感应到 马上发出警告声 警卫室的监视器画面也放大跳出 提醒警卫有人闯入 这是台北市政府为了强化校园安全 花了亿几 在169所学校安装的电子维尼 但有时因为太过敏感 连树叶飘落都会感应 只能请厂商降低判读的敏感度 教育局解释 画面会自动跳出 不需要再经过警卫患度 大外界质疑 人员入侵的画面 从警报点传书到警卫室 有3-5秒的误差并不即时 也令台北市长阿文哲坦言成效不介 考虑不再继续安装 阿文哲表示他的梦想之一 就是台北市所有学校的围场都拆了他 融入社区 因为人和人之间没有善意 高科技离防倒 结局就是钱越花越多 劳动力发展署推出幸福生活大改造活动 给参加职业训练的学员 担任全能住宅改造黄 根据远童的需求 量身打造更温暖舒适的家 系统式书柜 加上医化借书 破旧图书室大变身 温馨花式的枕头和皮套 令到孩子开心地入眠 还有墙上的同趣图案 令到充满压迫感的智商室 变得多彩又稳暖 成立8年的欲得儿童自家 经过大改造之后 远童觉得幸福又开心 而这次是由劳动力发展署 途中苗分署600位 八大职群职份学员 担任超级全能住宅改造黄 第一次推出幸福生活大改造任务 根据远童的需求 量身打造一个温暖舒适的家 孩子入到才改装好的图书室 内面提书填得相当开心 职份学员花了两个月的时间 将育幼远生活环境改造完成 劳动署表示 透过职份还有公益结合 不单可以令到学员学以致用 增加就业信心 也能够间接帮助弱势团体 平东院曼联溪周遭的行道处 最近被发现异常枯死落叶 初步怀疑是祸根病侵袭 平东院政府出动米格佬 偵測检疫犬来清查 令到检测采样更加正确 沿着曼联溪周遍 不停地对着行道处在那里闻呀闻 米格佬偵測检疫犬正在执行任务 要找出受到核根病侵袭的树目 一旦发现树目检病马上坐下来 最近平东院政府发现万年梯圆线行到树 出现异常落叶和枯死 要厘清是否被核根病侵袭 因为被称为树癌的核根病 树目根部感染之后会快速腐疗 突然塌了有具传染性 危及公共安全 负责训练偵測检疫犬的 齐伟廉教授指出 犬籍是靠灵敏的臭角 辨识病菌的细微气味 弥补人工目视的不足 能够进行野外工作的检疫犬 目前有四者 他们都是在实验室经过半年训练 再进行野外实习才算结业 而他们在实验室里面 辨识成功率有九成 户外也高达有八成 协助病株採养更加是正准 今天的粤语新闻已经播报完 多谢大家收看 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